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表示 在他当选后24小时内将立即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没有提供他打算如何结束的细节 显然他确实在当选后24小时采取了行动 可惜并没有说服普京停火 我相信这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成员有意向媒体放话 这是美国政府在采取重大有争议或有风险的外交行动前 惯常的做法 目的是试探利益相关方的反应 拜登政府之前常用这招来升级对乌军援 试探俄罗斯方面的反应 现在特朗普显然用这招来试探乌克兰 和支持乌克兰的西方盟友的反应 特朗普迫使乌克兰割地求和的政策正呼之欲出 难怪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外长拉夫罗夫 克里米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等和高层官员喜行一色 乌克兰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条件吗 我依然坚信 普京做不到的事 特朗普奥尔班之流也做不到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1月7日 跟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 他不知道特朗普迅速结束俄乌战争计划的任何细节 并确信迅速结束战争将需要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 他从事乌克兰绝不会放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信息 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却炒作特朗普 马斯克展示了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他们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去解读特朗普的言行 并且习惯性的说话 特朗普身边人员放出的这个惊人的消息 对那些相信特朗普绝不会出卖乌克兰领土和主权 而且对乌援助将力度更大 更果断的支持者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然在特朗普端出正式政策之前 他们一定还会继续嘴硬 认为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泽林斯基的说法也不可信 让我们继续用时间来验证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11月10日在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发文表示 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吉黑利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不会被邀请加入他的政府 特朗普正在物色核心团队人选 属于共和党建制派的黑利和蓬佩奥 此前属于入阁呼声极高的人选 黑利是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曾在特朗普时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尽管他在党内初选中与特朗普竞争时 曾严厉的批评特朗普 但他败选后转而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 黑利在共和党内拥有较高的声望 他的出局可能是特朗普不能容忍其 在初期中一度成为自己党内竞争对手 蓬佩奥曾在特朗普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长 随后出任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 此前一些媒体猜测他可能被特朗普新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 相比黑利之前对特朗普的背叛 蓬佩奥很早就宣布不参加党内初选 明确支持特朗普为了打消人们 对特朗普公开宣扬不会再给乌克兰一分钱援助 以及俄罗斯不可战胜 若他当选会在24小时内实现俄乌停火的批评与疑虑 今年7月蓬佩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 特朗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一晚 竭力的为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辩护 蓬佩奥文章称 特朗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包括为乌克兰制定5000亿美元的租借计划 取消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所有限制 乌克兰将建立大量的国防力量 以便俄罗斯不再发动攻击 不会承认俄罗斯声称吞并了的任何乌克兰领土 对克里米亚半岛非军事化 乌克兰用西方冻结俄罗斯资产进行战争赔偿 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 以便所有的欧洲盟友都承担起保护他的责任 欧盟迅速接纳乌克兰 并帮助其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经济 蓬佩奥还称 一旦普京答应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美国就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蓬佩奥还说 北约应该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基金 来武装乌克兰 美国分摊的份额上限为20% 许多亲屋的特朗普支持者 拿蓬佩奥文章来证明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支持 比拜登政府其实更给历史 我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蓬佩奥已经离开特朗普的核心权 两人已经有两年没有联系 蓬佩奥的所谓特朗普和平计划 根本不代表特朗普的立场 而且明显跟特朗普的公开表态相违背 蓬佩奥在最新回应中透露 他与特朗普曾在上周会面 一起讨论了对外政策问题 他在回应中除了肉麻吹捧特朗普 还说美国坚决地拒绝了拜登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主张 我们有责任再次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显然他跟特朗普面谈时的对外政策主张 不符合特朗普的理念 现在不得不跟在特朗普后面 高喊美国第一 为将来东山再起低头 特朗普温宣蓬佩奥出局 再次证明了特朗普彻底抛弃了共和党建制派 而现在特朗普身边红人万斯 马斯克 卢比奥等人都明确反对美国队伍援助 主张乌克兰割地求和 许多人对特朗普大力援武 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声称 特朗普援武力度会更大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同于简体中文网络上 对特朗普当选一片欢呼 甚至许多支持特朗普的亲屋人士认为 相对于圆屋软弱和拖拖拉拉的拜登政府 特朗普对务援助将力度更大更果断 几乎所有美国核心盟友都忧心忡忡 这包括日韩台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10月10日 法国外交部长让乌尔·巴罗特 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 表达了对特朗普上台的深切忧虑 并公开提醒特朗普身边红人 亿万富豪马斯克 不要把私人利益置于美国民主之上 他说 特朗普获胜后 欧洲失去了美国提供的保护 必须紧急应对多项生死存亡的挑战 避免欧洲成为外部力量影响下的博物馆展品 让欧洲繁荣走向历史 这位法国外长称 美国曾经提供的保护不再得到保证 欧洲人现在面临三重生存风险 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威胁和战争 工业和技术衰落 以及民主模式的崩溃 他认为 欧洲必须直面这些挑战 立即开始加强自身军事 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实力 他说 我们必须防止坐视欧洲衰落的命运 一个博物馆大陆的命运 持续老化和低迷 目前 欧洲军队使用的弹药和军制装备中 有80%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对外依赖 这位法国外长 强烈的反对特朗普 对欧洲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 他说 提高欧盟这个关键伙伴的贸易关税 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他将惩罚无数在欧洲成立的美国公司 然而 面对美国以及某个国家或其他任何人 我们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捍卫我们的农业 工业 商业和技术利益 他还提醒进入美国新政府权力中心的亿万富翁 希望他对美国民主不会像他对推特所做的那样 公器私用 为所欲为 此前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曾威胁 如果欧盟继续对马斯克的社交平台采取行动 美方将拒绝对欧盟中的北约成员国提供支持 法国人不管谁上台 一直强调欧洲自主 让乌埃尔巴罗特的上述思想 其实跟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脉相产 特朗普上台肯定会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房屋开支 关税措施将迫使部分投资回流美国 同样给欧洲带来压力 看来欧洲人的高福利日子到头了 这对欧洲长远发展来说不是坏事 不过如果特朗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税 必定引发一场全球贸易战 各国加强自身市场保护 减少对外依赖 意味着全球化的大幅后退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9日报道称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为了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前 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500多枚 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 拦截导弹 这些防空导弹将在未来几周内送达乌克兰 我前天视频提到拜登政府决定在卸任之前 将今年4月国会通过608亿美元援武法律中 所有能动用的资金全部安排完毕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夏利文11月10日在CBS新闻节目面对国家的采访中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继续说服国会和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 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 夏利文说 拜登总统将有机会在未来70天内 向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表明 美国不应该离开乌克兰 离开乌克兰意味着欧洲更加不稳定 夏利文强调 对乌克兰的威胁仍然存在 无论战场上或谈判桌上究竟发生什么 美国都不应背弃对乌克兰 以及我们在欧洲和亚洲 为保卫乌克兰而团结起来的50个国家的承诺 他说美国过去两年半的目标始终如一 那就是将乌克兰置于战争上最有利的地位 以便他最终在谈判桌上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至于何时以及如何进入谈判桌 应该由乌克兰来决定 如何让乌克兰处于有利地位 这应该取决于美国和我们建立的国家联盟 以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残酷侵略的手段 我不认为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成员 会因为拜登政府的喊话而改变立场 法国国防部长 俄克尔努11月9日在接受采访时宣布 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斯卡普希望导弹 预计数量为10枚 他还提到 法国将继续为一个法式装备的乌克兰基部旅的 2000名乌军士兵提供培训 并向乌克兰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 勒克尔努强调 保持援助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必须加强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 法国将与其他欧洲伙伴一起 加大对乌的援助 英国财政大臣阿伦·琼斯1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 当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迫使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 英国政府将如何反应时 琼斯说 英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坚如磐石 我们继续按承诺 每年提供数十亿英镑的资金 并根据我们通过北约的承诺 从我们的武装部队 让乌克兰提供支持 他同时表示 没有任何人 任何国家能决定乌克兰如何结束战争 支持乌克兰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 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之前有媒体报道 英国新政府跟乌克兰关系似乎恶化 我认为这是普风捉影的虚假信息 另一个欧洲大国德国 则政府处在动荡之中 由于在经济政策上的尖锐分歧 德国红利灯联合政府接替后 总理舒尔茨11月10日表示 愿顺应民意 把联邦议院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的日期 提前至圣诞节前 这样就能最快在明年1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预料德国政府变动 不会改变对乌的政策 德国各政党领袖都是老牌政客 没有特朗普那样的极端人士 因此德国对外政策具有很强的连贯性 波兰总统办公室11月11日发布公告称 波兰向乌克兰和乌克兰难民 提供了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相对于其GDP而言 波兰队伍援助的比例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接近50% 这包括320辆坦克 250辆步兵战车和14架米格29战斗机等军事援助 该报告称过去两年半波兰队伍援助总额 占其GDP的4.91% 其中0.71%用于直接支持乌克兰 4.2%用于援助波兰境内的乌克兰难民 11月10日 俄罗斯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创纪录的145架无人机 其中62架被击落 67架受电子干扰坠落 另有10架受到电子干扰的无人机离开乌克兰 飞往俄罗斯 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 俄军本轮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造成了乌克兰多个城市部分房屋和汽车受死 数名平民受伤 整体而言损失轻微 摩尔多瓦正是当天有两架无人机在该国境内坠毁 幸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我再次特别提醒大家关注 大约两个月前 乌军获得了对俄军来击无人机实施有效电子干扰的先进设备 致使进入乌克兰领空的许多无人机在无人地带坠落 另外一些非离了原定袭击目标 就证明乌军反无人机的电子干扰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 不过俄军10月11日凌晨 在对尼古拉耶夫的无人机袭击 中了一栋居民住宅 造成了五位贫民遇难 10月10日乌军以牙还牙 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最大规模的袭击 俄方称拦截了34架来袭无人机 莫斯科系列眉睫卧机场 多莫皆多卧机场 扶努科卧机场被临时关闭 俄官方称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不过媒体报道有四栋房屋着火 至少五人受伤与此同时 11月10日清晨 乌军无人机部队与其他部门合作 同工袭击了俄军布良斯科地区 第1060物流中心的弹药库 该弹药库原属于俄国防部火箭和炮兵局 第120军械库 乌方称截止当天早上6点 记录到至少8次爆炸 至少有两个招火点 并观察到弹药训爆现象 乌方称该弹药库用于储存多管火箭发射器的弹药 以及制导航空炸弹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晚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 乌军将获得更多的远程打击工具 越来越容易打击俄罗斯的纵身军事目标 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继续在各个基础线上进行厮杀 全是俄军连排级规模的人肉冲锋 扣尔斯克战场依然没有变化 双方基础线最近两周几乎被冻结了 乌克兰战场上双方主要在顿内茨克州西南部厮杀 托克罗斯克和库拉霍夫方向交战作为激烈 双方基础线没有变化 10月时乌军情局发现俄军著名的 普斯科夫空降师即第76空降师下属部队 接待军事装备聚集在了扎布洛地区的一片森林中 准备进行演习 于是通报了负责乌南部战区的塔弗里卡集团 乌军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很快呼啸而至 摧毁了两辆满载俄军的大型运兵车和车内俄军 这辆装载俄军的装甲车试图逃跑 但很快全部被摧毁了 包括一辆最新型号的俄罗斯BMD-4装甲车 这次袭击共造成至少100多名俄军死亡 有两个与朝鲜参战相关的信息 一个是乌军无人机拍下的一段视频 显示在顿尼茨克战场离双方接触线五公里处 一架无人机Bus了一名疑似朝鲜士兵的过程 所谓疑似只是长相高度符合朝鲜人特征 并无其他确凿证据 另一个是乌军情局在库尔茨克战场 截获了一段朝鲜人对话的视频 一名上级命令一个作战小组立即回撤 整体来讲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朝鲜大规模参战的可靠证据 乌方表示 俄方正在库尔茨克地区集结5万兵力 包括1万名朝鲜军人对乌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如果有乌军跟朝鲜军队交战的可靠信息 我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报告